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網上廣泛流傳一條影片 原來在中印邊境班公錯地區 中印雙方的軍隊又再起衝突 根據片段的畫面顯示 有一名老解遭到印度軍方呼鑊 究竟發生甚麼事 事源有一班印度軍人 在班公錯湖邊的一條公路上 猛烈攻擊一輛由解放軍擁有的東方猛士越野車 其間車上有人用普通話大喊救命 兩名印度軍人就把一名老解押走 然後把他壓在地上 然後放了一個透明的長盾在他身上 然後另一名老解就用腳踩著長盾 根據畫面顯示 這名老解就似乎被人動得爆肝 至於他被印度軍隊呼鑊之後的結果是怎樣 暫時來說 中印雙方都未作回應 在大陸的微博有消息傳出 說這場班公湖大戰 印軍被老解傷了72人 只不過這一條消息 純粹只有文字敘述 穩雲那麼多的畫面都看不到這個老解的威猛雄之 純粹看到有一名老解被呼鑊 到底是堅定留呢 大家自行判斷 近日陸續有消息傳出 中印雙方都向著中印邊境的雪增兵 各自都派住了大概5000名軍人 住宅在班公錯地區附近 而且老解還在班公錯湖部署了巡邏艇 但是雙方為何起衝突的時候 往往都會使用拳頭、石頭、木棍等如此原始的器具 原來中印雙方有一個非正式協議 說明當他們起衝突的時候 就要完全排除使用軍火武器 確保得到那個衝突停留於一個可防可控的狀態 故此大家從網上不同的影片都會看到 為何中印雙方在邊境的衝突 彷彿回到石器時代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印度也不惹小 在印巴邊境衝突當中 人家當然不會用石頭、木棍等如此原始、愚蠢的器具 人家一來就開火 但是為何在中印邊境會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1962年的時候 中印發生了戰爭 當時是老解大獲全勝 但是為何現在還會遺留了邊境的爭議 就是當老解贏了之後 他們就很迅速撤退回大後方 他們就沒有佔領到打贏了回來的土地 而且後續也沒有跟印度 再去協商這個邊境爭議 也沒有很清楚地劃分中國和印度邊境的國界 於是這個邊境爭議的問題 一直就遺留到現在 自從1962年之後 其實中印雙方都沒有在邊境那裡 開火或者擦槍走火 一直都是用這些原始的方法來解決衝突 到底目前中印的實際邊界是何時定下來的 就自從1914年 這個西姆拉條約就定下來 在當年 英國外交官麥克馬雄 就決定在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的樹 召開一場會議 邀請了中華民國的代表 和西藏閣下政府的代表出席 在會議之上 其實到最後是談不完 這個條約只是由英國和西藏閣下政府的代表簽定 為何談不完呢 就是因為西藏一直堅持 就要從中華民國那裡獨立出來 但是中華民國就不能夠承認這件事 所以到最終雙方就談不完 中華民國的代表就退出了 故此無論是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 或是後來現在的中共政府 對於這個西姆拉條約所協商的內容 一律都是不予承認 那麼到底西姆拉條約是決定了甚麼呢 最出名的就是這個麥克馬雄線 其實 當時英國就以支持西藏獨立作為一個交換條件 就叫這個西藏閣下政府 麻煩你把西藏和英屬印度的邊界定後一點 所以當時是劃後了 劃去這個麥克馬雄線 這個就是中印邊境衝突的起源 在中國的角度就會認為 你這樣劃這條麥克馬雄線 我都不承認 你就自己劃夠 於是他就繼續 認為在這個藏南地區 是有主權的 但是 實情這個藏南地區目前已經被印度牢牢控制住 而且也是掌握了實權 在當地設有政府 還設立了一個邦 叫做阿魯納克爾邦 所以目前中印的實際邊界就是位於麥克馬雄線 而這個所謂阿魯納克爾邦 有八成的面積都是位於中印具有爭議的地區 而過去幾十年印度政府也是 將三十萬印度移民 团住在這個邦裏頭 故此中國能不能收回 那就真是成問題 好了 為什麼中印雙方要將這個衝突 限制在一個可防可控的狀態 實情就是各取所需 雙方面都是以民族主義掛稅 故此將這個衝突 放在一個可防可控的狀態 每每每能夠 將國內的不滿情緒轉移 有需要的時候就在中印邊境中起衝突 比如說這次 大陸在疫情當中 經濟急劇衰退 如果有需要就在印度的時候搞搞 搞的時候又可以奠定他的統治基礎 印度方面也是類似的操作 所以 一直不會真真正正開火 而這次有老解被印度方面呼鑊 這些純粹都是拳頭膠 我相信他很快都會被獲釋 因為中印雙方其實有一個恆常的溝通機制 總之就把這個衝突限制在某一個程度 不能夠升級 所以現在這個規模就已經是最極限 大家想想想 在朝鮮和韓國的邊境 早幾天上星期 都曾經擦槍走火 被聯合國譴責 至於中印邊境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 看怕就未必 多數都會長期停留在這個石器時代 然後就看看香港的情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偉 今天就出席了電台節目的訪問 他在訪問當中 當然就是要為港版國安法補價 護航 他說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 對於國家安全方面 中門大開 現在終於在自己家裏 安裝一道門 防止其他人進去偷東西 他就反問 你如果不是想進去偷東西 不是想破壞 安裝一道門對你有什麼影響 你吵什麼呢 關你什麼事呢 對於美國的制裁 他說這個制裁是霸凌的行為 質疑特朗普對於香港的評論 說得出就說 他就強調自己是沒有擁有外國居留權 或者是外國的資產 不擔心被制裁 他還說到 你就制裁 加拿大我也不會去 免得他們抓我 這是在諷刺孟晚舟的事件 實請曾國衛局長 他自己也不擔心 一回事 但似乎他沒有好好顧及到他上司和同事的感受 大家看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和律政司司長鄭月娥 他全家的家人全部都是 拿外國護照 林鄭的老公和兩個兒子是英國籍的 陳茂波的老婆和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是英國籍的 鄭月娥的老公就是加拿大籍的 你不擔心被制裁 你那些上司又擔不擔心呢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這一班這樣的行政長官 財政司 律政司 口口聲聲 走出來叫人家愛國愛港 自己的家人 全都拿外國護照 成何體統請問 以後誰擔任這些廢官容官 總之是問責官員 不單只是他本人要放棄外國國籍 他家人也應該要放棄外國國籍 這樣才顯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誠 林鄭當然被人質疑過他 為什麼你老公可以拿英籍 在2017年的時候 競選行政長官 他怎樣回答記者 他就說 回歸之前的居英權計劃 只是拿多一個旅遊證件 他就承認他老公有這個旅遊證件 但是不覺得是需要放棄 這個完全是胡說八道 不單只是一個旅遊證件那麼簡單 當你要入籍英國的時候 你是不是需要宣誓 你是不是需要孝宗英女王 一個人在同一時間 只能孝宗一個國家 到底你老公是孝宗英國 還是孝宗中國 說清說錯 如果你說當時是沒有宣誓的 純粹填張表格就走去入籍 麻煩你放棄了英籍 你也不孝宗英女王 你拿英籍來幹什麼 你說要旅遊護照 這些完全是避重就輕的藉口 旅遊護照你就拿特區護照 不方便有些國家入不了你就拿簽證 外國才是最大的原則 難道自己方便旅遊是最大的原則 放棄英籍 林兆波和你兩個兒子 擔任這個職位 你就無權兼沒有這個工資 要檢視一個人的忠誠 當然就是看看你的家人有沒有外國護照 原來你全家都是拿外國護照的 那這些完全是妄稱外國 就是假外國 不用騙人 全部都是找笨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